那么我们如果说是 我们的勾手发球呢 勾手发球 它通常都需要我们的这个拇指 去卡住这里的 你看后面三个手指是这样子的 我们握起板的时候 我们的板面就天然地对着我们 而很多球迷去发砍式发球的话 这样子去砍 这个拍面只能说发右侧下旋 右侧下旋不属于砍式发球 听懂没有 听懂没有 这个属于右侧下旋 砍式发球要这样子才是属于砍 这四个手指是这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砍得下来 我们能够接触到球的那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砍式 勾手 勾手发球 搞错了 给你们搞乱掉了 这是勾手发球 我站在一半 呢 强